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南投草藤国小音乐老师李灿燕,一年多前开始出现右眼视力模糊,连开车时都看不清右边来车,一度以为是眼睛出问题,但后来又出现剧烈头痛的症状,越想越不对就医检查。 赫然发现脑部长了一个三公分大的脑下垂体肿瘤,经手术切除休养后,已经重返校园指导自己最爱的音乐,昨天感恩的说,希望透过音乐传达爱与感谢。 李灿燕老师说,约一年多前开始发现右眼视力模糊,不但晚上外出散步看不清楚,坐楼梯还要女儿提醒才不会少踏一街,一度以为是视力问题前往眼科就医,后来早上起床更出现剧烈头痛,只好吃,止痛要止痛,因症状始终没改善。 上网搜寻资料开始担心会不会得了脑瘤,抱着坦克的先前往医院检查,赫然发现脑部长了一个三公分大的脑下垂体肿瘤并压迫到是神经,让自己都吓呆了。 李老师接受手术切除后恢复良好,因在病床时最担心小朋友的实习音乐会进度,康复后如愿返校带领团员练习。 上个月还带着音乐班的学生到亚大医院内演奏和唱好听的音乐给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欣赏,希望用音乐传达爱与感谢。 亚大医院院长神经外科医师徐永信今天表示,李老师罹患的脑架垂体肿瘤,未常见的良性腺瘤,约占所有脑瘤底。 例10%至15%目前发生原因不明,一般小于一公分时可先观察,若大于一公分则建议手术切除。 大部分可透过精笔手术切除肿瘤,但因李老师的肿瘤长在颅内两侧,决定透过开颅手术将肿瘤完整切除。 徐永信院长提醒,男性若有不止女性月经失调或易乳,可能是脑下垂体肿瘤前期的征兆,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等现象,则可能为肿瘤长大造成。 要立刻复一检查,患者术后更应避免从事弯腰、提重物、咳嗽、用力解变等造成颅内压升高的活动,更要避免碰撞。 体力恢复后则可逐渐恢复运动习惯并定期回诊追踪检查。